女宇航员逃离发生事故的国际空间站却来到平行宇宙 今年最烧脑的科幻悬疑剧群星大结局终于来了 灵灵没有精神病的宇航员安娜却被拉到了一处修道院 而为了防止她逃跑 宇航局的白姐甚至把她全身都束缚起来 而躺着的安娜一抬头却似乎再次看到了另一个宇宙的 接着护士给她的头上插满了一气 而后给她戴上面罩让她吸入麻醉气体 这是给精神病准备的电疗 而随着治疗开始 安娜很快晕倒 可是即使晕倒安娜也因为痛苦开始止不住地发出颤抖声 而画面也随着治疗再次来 而与此同时浑穿回自己身上的巴德 再次捡起了导致一切发生的冷原子遗气 而就在回到车上时她看到了一部录音机 她好奇地打开 可是下一刻里面传来的声音就让她明白了一切 原来因为和自己互换的亨利在这边启动冷原子实验 而这也居然导致她莫名其妙在几十年 可是随即她就明白 如果自己不想再浑穿到那个失败的云中 那么她必须毁掉这一切的罪魁祸首 于是她拿着斧子狠狠地向着冷原子遗气砸去 给安娜运过来一件钢琴 然后她将安娜和女儿丽丝的照片摆放在钢琴上面 可是当晚护士对安娜进行B超检查却出现了异常 护士认为可能噪引一气出了问题 可是白姐却似乎不这么认为 而在另一处失败平行宇宙回到自己身上的巴德却被指控杀掉两个人 第一个人是被她沾上的血迹无疑就是铁针 可是巴德却根本不认这件事 她说自己没有任何急 她让警方对自己进行测试 无论是DNA或者是测谎仪都可以 她说自己才不是巴德而是亨利 我们且称成功宇宙回到自己身上有冷原子实验的叫亨利 而返回倒霉但宇宙的则叫巴德 当安德烈对亨利道歉说冷原子一气损坏 亨利却似乎没有什么反应 接着安德烈说安娜正在接受治疗 可亨利却似乎对女宇航员有着相当大的意见 而就在当晚安娜懵逼且无力地醒来 她顿时再次想起女儿 她马上试图离开这个陌生的地方去找她 可是当她开门时却发现门已经被锁死 而一转身看着钢琴上的照片 她的头 她一脸忘了问对方什么情况 可是对方却根本不理她转身离去 而第二天白姐却找到了她 安娜试图告诉白姐自己是应激创伤并没有精神病 可是白姐却告诉她如果不止 眼见安娜不理会 白姐却告诉安娜 你怀孕了而且胎儿刚满四周 所以现在他们这是对安娜的保护 可是安娜却激动地告诉她这个孩子不能要 不然自己怎么回到丽丝身边 白姐接着说本来他们要给安娜开礼片 可是安娜却也因此不能再服用了 不过他们开发了一... 而白姐的脑袋却在此刻忽然变成了窟窿 可是安娜却忽然意识到了 自己在太空看到的那个窟窿就是白姐 色却充满了掩盖不住的惊慌 紧接着她给伊德至满的亨利打去电话 并说自己有急事要见她 而亨利也很快赴云 确切来说是找到了回到了自己身体意气风发的亨利 可是下一刻她就意识到了什么不对劲 可是这种事自己却从没见过她本人 后来自己去了其他地方却听说一则意外 自己所知道的白姐已经窒息身亡了 显然她指的是自己失败的那个宇宙的白姐 而白姐也顿时面色一变 她试图说我们都一样经历过意外 导致我们经常感觉身边有另一个人 可是只要 白姐一听却连忙说要带她去修道院治疗 可是巴德则是自己挑选的宇航员兼指挥官 为的就是进行冷原子实验 可是巴德接着就说自己相信确实是自己杀了她 而那却是另一个自己 而就在此时另一边的安娜却坐到了钢琴前面 就在她发呆时候一道声音响起 居然是同事伊利亚 眼见伊利亚让护士出去 她连忙告诉伊利亚 眼见伊利亚也认为自己有病 于是安娜顿时翻脸 安娜这才知道伊利亚居然接手了白姐的位置 于是她连忙告诉伊利亚是白姐的尸体撞上了太空站 而且自己分明看到自己也死了 可是伊利亚却反问 既然影响 而且还有冷原子实验 自己也没有印象 可是伊利亚却说你真的病了 试问一个被确诊精神病的人该怎么证明自己是正常人 接着伊利亚抓起安娜的手放入什么东西 她也有所指的说安娜再不好起来只会更麻烦 接着她似乎听到了什么声音抬头望向楼上 而当安娜打开手掌却看到了伊利亚留下的一把钥匙 当晚安娜趁着夜晚打开了精神病院的房门 她小心翼翼地试图离 于是她再次转身向着二楼走去 她想知道这里到底藏着什么秘密 而与此同时声音也在她耳中越来越清晰 下一刻她打开了一个房门上的瞭望窗口 却发现里面赫然是两个一脸胡子的男人喊着妈妈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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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就在此时 两个宇宙的丽丝却再次拿起另一个录音机开始对话 妈妈死掉的宇宙的丽丝告诉另一个丽丝她们要搬家了 可是另一个丽丝却对于传来的对话没有了任何回应 妈妈在那里 我真的不知道如果我真的看到她在房门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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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